1982年,一架承载着非洲乌干达军事代表团的子爵赫克机 突然遭遇到了歹徒的劫持 一面威胁机组人员将飞机开往台湾的桃源机场 一面猖狂的要求与邓弓进行谈判 当邓弓得知这一消息之后震动,当即下令 要求部队进入一线战备状态 要在规定的时间内速行劫匪 歹徒到底适合身份,最终的结局又如何了呢? 本期节目,带您赴盘新中国第一劫机事件 子爵号解机事件的始末 7月30号,上海虹桥机场上 一架空军编号是50258的子爵号专用客机 要执行一次外边的飞行任务 非洲的军事代表团要前往北京 参加我国建军55周年的庆祝活动 9点20分,领航员起身离开了驾驶舱 到后舱向地面指挥报告飞机的飞行状态 突然,一名劫匪闯进了驾驶舱 迅速反锁了舱门 一看就是早有欲望 向机长蓝丁兽和副机长张景海身上浇游汽油 然后用手枪顶着机长的后脑 另一只手拿着打火机 大喊了一声,别动 谁动我就打死谁 否则我就点燃汽油 大家一起完蛋 正言五态度十分的猖狂 明确的提出了两个要求 一是飞机必须飞往台湾 二是要与邓弓进行谈判 机长和副机长意识到这一次事件的严重性 这明显是要叛逃到台湾 用这一架客机做投名壮雅 飞机上的考察团一旦出了事 就会上升为国际问题 对国家的声誉会造成严重的损害 他们的眼神交流之后 决定先答应劫匪的要求 然后见机行事 劫匪却担心与地面联系 会对自己不利 果断放弃了与邓弓谈判的要求 副机长张景海趁机提出 要到南京机场加满游 这样才能够飞往台湾 劫匪却很狡猾 再一次拒绝 并且情绪激动地要求飞往台湾 要不然就隐然起用 机长表面上很配合地跟歹徒周旋 为副机长争取时间小声通知后舱同事和地面 被劫持的消息 让他们有所准备 众延武很紧张一直不停地流汗 机长颤着他抬手塌汗 将飞机的驾驶交给了张景海 小声地说道往西南方向飞 张景海心领神会 两个人配合默契 飞行了半个小时 将飞机调整成了自动驾驶 劫匪意识到方向不对 看了半天都没到海边 情绪在崩溃的边缘 随时可能点燃气流通归于尽 危急时刻 副机长要研究一下航线 于是两个人借此机会 研究制服歹徒的计划 半分钟之后 机长大喊了一声 前面就是大海 我们快到台湾了 劫匪文言欣喜地探头查看 两名飞行员迅速起身 与歹徒搏斗 狭小的空间内 他连开了六枪 其中一枪打中了副机长的小腿 另外五枪打中了一表盘 幸好没有影响飞行 旅航员听见了动静 立马抄起一把消防斧 撞开了驾驶舱门 一斧子砍中要害 劫匪到场逼命 紧接着 飞机被迫降到了南京机场 空姐告诉外宾 因为前方雷雨 需要换乘另一架飞机 前往北京 在机组人员的默契配合之下 外宾到最后都不知道 在飞机上发生过惊心动魄的解机事件 直到二十三年之后才解密 邓公得知 借机者身份后震怒 下令进行一次大清查 彻底肃清匪患 无论是过去 现在还是将来 叛国者从来都是人人唾弃的 连祖国都被叛的人 必定要为自己的行为 付出生命的代价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彤彤 我们下一期再见